金刚萨朵要灌顶才能修 那么不灌顶修算是道法吗 众生能够度尽吗 如果度不尽 那贤结千佛都出世以后 剩下的众生不是没有指望了 首先金刚萨朵 这个吴家心里面的金刚萨朵的修法 它本身就是一个密法的 这个升起次第的修法 所以这个是要灌顶的 所以要灌顶 如果是这种修法不灌顶修的话 那就是不是很好的 那没有灌顶的时候 也有金刚萨朵 比如说像法王如一宝的 这个金刚萨朵的修法 那么不灌顶也是可以修的 金刚萨朵也有这样子的修法 那修这种金刚萨朵修法 这不叫道法 这个是可以的 终生是无量无贬 就可以这么讲 没有一天 这个世界上所有 这个不能说这个世界 不能说这个三千大千世界 或者更不能说这个地球 不能说这个天下 没有生亿个众生 全部都读完了 没有这样子的一天 但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前阶佛 现阶的前佛 一千尊佛来度终生 还没有度完的 生下的当然有其他的佛来度 这个现阶一千尊佛 这个就是在轮回当中 就一个很短很短的时间 这个过去了以后 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和空间 它是无贬的 无贬的 无金的 所以没有赌不完的 但是赌不完的话 我们为什么还要赌呢 赌不完 但是能赌一个 就算一个 菩萨 佛菩萨的心愿都是这样子 他们的法源是要赌一切终生 但是这是法源 实际上是赌不完的 那实际上是能赌多少 就赌多少 能赌一个就算一个 这样子 当然我们比如说 这个地球上的 其实一人口 可不可以赌完呢 那当然是完全是没问题了 这个就很小很小的数字 然后这个地球上的 不说人类 就所有的这个 包括动物 还有所有所有的生命 能不能赌完了 当然没有问题了 这个地球 这么小一个地方 这个完全是没有了 没问题了 还有比如说整个的宇宙 整个的宇宙 今天比如说 这个宇宙能够看到的 这个宇宙天文学 天文王愿经看到的宇宙 还有就是佛 我在佛经当中讲的 这个三千大千十戒 当中的所有众生 能不能赌完呢 当然是可以赌完 凡是我们就是能够想出来的 这个一个时间和空间 当中的这个众生 完全是可以读完的 但是因为无量和无尽的意识 就是我们想也想不出来 说也说不出来 所以这个是没办法读完的 所以这个是要这样子理解 佛菩萨 包括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 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 不论说我能读多少就读多少 发菩提心的时候就是要说 我一定要读所有众生 所有所有所有众生 实际上这个所有这两个字 我们自己能够想出来的这个所有 实际上也就是在已经是一个固定的时间和空间里面 这个里面的所有众生就叫全部要读完 比如说我们今天就一个房间里面 有100个人的话 平时这个也叫所有人 比如说我们上课的时候会说所有人到了吗 大家都会说所有人到了 但这个就是100个人 这个并不是说所有人不是说是歧视于人口 这个盖到的人到了就叫做所有人 所以我们平时说我要读所有人 实际上也就是一部分人而已 凡是我们能够说出来 能够表达的 能够想出来的这些 这个范围我们以为是再大再大 实际上就是一个优先的空间和时间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说 发菩提心的时候 我们要说我要读一切所有这样子的众生 但是实际上 实际上的话 这个不是全部众生读完了 就只能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读 那这个就是 如果是这样子一个人全部读完的话 那就只有一个佛读完了以后 其他所有佛都会失业的 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